三十 我冒充彭于燕和清华女学霸网练 白嫖她给我当了一年家教 高考后奔险 却被我680分的表哥结伙了 她清华物理系低 你一破文科生配得上吗 我没去清华 上了北大 开学后 清北联谊 对面的高冷学姐被问到情史 淡淡道 被人扎过 滋味挺不好受 女婢 看向我 你说是吧 学弟 高考初分那天 正赶上家里亲戚聚餐 表哥没几博考了680 直接成为全家人吹跑的对象 我就说吉吉肯定没问题 是啊 真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 我沉默低头 看着桌面下的手机 网恋对象柳如烟 新发来了两条消息 查到成绩了吗 我在机场 今晚见 心脏抖了抖 我还没想好怎么恢复 表哥突然叫我 打打 我抬起头 对上他不怀好意的笑 你的分查到了吗 多少呀 不等我开口 一旁的舅妈笑了 你这不是故意戳几博打上巴吗 平时数学都不及格的人 高考还能飞天 我爸生病去世后 家里情况不好 亲戚们一向看不起我们 尤其是表哥梅吉伯 他是全家人的宠 从小到大 最大的乐趣 就是把我踩在脚底 我扯了扯唇脚 看着他 你真想知道 大家都是你的亲人 梅吉伯甜甜的笑着 打打 就算你只能上大专 也没人笑话你啊 我妈放下筷子 在桌下握住我的手 打打烤多少分我都高兴 舅妈嘀咕 切 家里穷得叮当响 儿子又不争气 这下到百气谱来了 一时间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 我吃了口甜瓜 半条丝里的开口 确实 发挥失常 没考好 梅吉伯没忍住 露出得意的笑 嘴上却道 什么发挥失常呀 你水平不是一直都这样 我打断他 也就 比你高了区区八分吧 他呆住了 几秒钟后 忍不住尖叫 你疯了吧 撒谎也要有个限度 你是文科生 今年的文科状元 也就六百八十八吧 对啊 我的语气毫无波动 甚至又拿了一块甜瓜 我就是文科状元 全场寂静 梅吉伯站在原地 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突然问我 你高考也敢作弊 随便你怎么猜 我拉着我妈的手 站起身来 我要回家了 把一屋子人丢在包厢里 我回到家 才发现柳如烟 又发来的两条消息 没考好也没关系 在我心里 你是最耀眼的那个 他真的 我哭死 我拿驾照 毫无心理负担地 白嫖了他一年家教 此刻却难得有了点愧疑 下午回学校 我成了热议的焦点 毕竟平时几次魔考 我的分数连600都够不到 同学们议论纷纷 一个学渣 怎么突然考这么高 你还没听说呢 吉伯打高考作弊 教育局正在复查监控 吵吵嚷嚷中 我突然听到几个女生在议论 今晚柳如烟要回母校 柳如烟 去年保送清华 还考732拿下什么状元的那个 我刚听了一耳朵 梅吉伯又出现了 身边围了一圈人 都在夸他优秀 其实 我认识柳如烟学姐 私下也有过一些交流 听到柳如烟的名字 梅吉伯开口 去年我没发挥好 他专门找我聊天 说想在清华见到我 所以我才决定复读的 有人惊呼 顶峰相见 好浪漫啊 梅吉伯露出得意的表情 眼神却忍不住挑衅的望向我 我吃笑一声 我跟柳如烟天天聊着 怎么不知道他劝过你 吉伯打 你真是撒谎成型 柳如烟认识你是谁吗 梅吉伯比仪的看着我 他清华物理系低 你一个高考作弊的破文科 生配得上吗 突然有人喊我 吉伯打 教育局的老师让你过去一趟 在场所有人都看向我 不知道谁嘀咕了一声 高考作弊 是要坐牢的吧 我站在办公室里 抬头挺胸 面对老师们探究的目光 您查过监控 应该知道 我没有作弊 这个是自然 他们问 几同学 我们只是好奇 你是怎么在高考时 突然提升一百多分的 我抿了抿唇 因为我在空分 地中有项很特殊的奖学金 是用来激励差声进步的 只要高考能比 平时几次大考进步 一百分以上 都可以领到 十万块的奖学金 家里条件一般 我想减轻点我妈的负担 在场的老师们神色复杂 不知道是谁叹息了一声 片刻后 班主任走过来 摸了摸我的头 不用担心 你是审文科状元 奖学金高着呢 我走出办公室时 天色危安 外面的同学们已经不见了 我打开手机 看了看群 才知道 学校附近的酒店 在举办解试业 大家都在那边 柳如烟也到场了 年级群里 有人发出拍他的照片 穿着白色长裙的女生 站在灯光下 肩膀里搭着一件薄外套 宛如一杆苍脆的竹 眼睫低垂 目光冷淡 这样的人 放在哪里都是最耀眼的 而我 我抬起头 布告蓝的玻璃 上映出我的样子 身形消瘦 五官平庸 因为这些天 点灯熬油的尖指 额头还冒了两颗痘 和假照片上那个彭于燕 没有半点相似之处 群里还在讨论 柳学姐真的好帅 就是好像有心事 一直在喝酒和走神 在想梅纪博吧 毕竟他们是要顶风相见的爷 梅纪博出来回复 见到了见到了 我骗人李亏在线 本来是没打算跟柳如烟见面的 但这一刻 也许是叶峰罪人 我心中默然涌上一股去见他的冲动 只是 等我走到酒店楼下 拿出手机打算确认一下楼层 屏幕上却突然跳出两条消息 来自柳如烟 那张照片不是你吗 你真人很丑啊 怎么好意思拿家照骗我 恶心 我脚步一短 整个人僵在原地 朋友圈紧接着刷出一条新动态 没急勃发的 他穿着柳如烟的浅色外道 以一种非常轻易的姿势靠在他身边 配字 摘到月亮了 这天晚上 我踏着夜风和月光回家 删掉了柳如烟的好友 也删掉我内心深处那点不切实际的妄想 后面两个月 我靠着文科状元的名统 又给自己揽了不少家教的活 收入十分可观 再加上好几项奖学金 开学前 我把27万打进我妈卡里 只给自己留了三万块 他抱着我哭了半天 是妈妈没用 还要你一个小孩子来想办法挣钱还债 我摸了摸他的头发 半年前我已经18岁 早就不是小孩子了 卸下负债的重担后 这天晚上 我竟然梦到了柳如烟 我各科成绩都算拔尖 只有数学稍弱 所以这一年 他都在尽心竭力地帮我辅导数学 我的分数 被他从120提升到了145家 离高考只有半个月的时候 他突然问我 硝烟 我真的能在清华见到你吗 硝烟是我用的假名字 我心里一跳 强装镇定地发去一条语音 嗓音刻意放得又胶又软 当然了 有姐姐的辅导 人家一定能去清华 人家才不要和姐姐一滴恋呢 柳如烟没有立刻回我 大概五分钟后 才发过来一条 不要骗我 我骗了他 我长得不像彭于燕 我也没上清华 去了北大 开学那天 梅基博的朋友圈发出一张照片 在首都机场 前方一步 是柳如烟奇长的背影 来接机了 好体贴 看到这条朋友圈时 我正坐在火车硬卧的下铺上 看着窗外急驰而过的园影 我想 不出意外的话 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和柳如烟有什么交集了 结果还是出意外了 开学后 学校均绪 某天黄昏 我站在卫明湖边 盯着湖面倒映的夕阳发呆 身后突然传来一道万分熟悉的声音 你好 我转过身去 是柳如烟 他穿了件白色长裙 站得笔直 衬得身姿之蓝玉树一般 微微垂眼向我望来时 额前融融的碎发拂过眼睫 被夕阳一并度上层层叠叠的暖金色 见我定定的望着他 柳如烟轻微的弯了下唇角 请问一下 新生宿舍楼怎么走 我脱口而出 你到北大新生宿舍楼来干什么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果然 柳如烟撩了撩眼皮 哦 学弟认识我 我大脑飞速急转解释 我高中也是一中的 柳学姐可是母校传说里的风云人物 你也是一中的 他为音拖长 微微停顿片刻 突然问我 那你认不认识你们这界的一个男生 小硝烟 这是我当初骗他网恋时 编的假名字 他都快和梅基伯在一起了 还找我干什么 不会是想报复吧 我眼神坚定地摇头 不好意思 没听说过这个人 柳如烟目光淡淡地看着我 像是在审视什么 片刻后 他拿出手机 谢谢学弟 方不方便 下个微信 那个 没带手机 他饿了一声 拒绝 谢天谢地 就在柳如烟的目光逐渐变之时 室友们吃完饭 过来找我 达达 晚训要开始了 我如是重负地看向柳如烟 不好意思啊学姐 我得走了 下次一定 晚训结束 回去的路上 室友海伯东突然问我 达达 刚刚跟你说话那个 好像是对面清华的柳如烟吧 我未愣 你也认识他 我女朋友也在清华 和他同一届 那可是物理系学神级别的人 世界级竞赛都能拿金奖 好几个院的戏草都跟他表过白 他一脸八卦 他竟然在跟你搭上 不是搭讪 我揉着耳垂 笑了笑 戏草都抢着表白的人 怎么会跟我这种平平无奇的人搭讪 况且 他和梅吉伯从高中到大学 终于顶峰相见 三天前 梅吉伯还在朋友圈发柳如烟 送他的大朋友玫瑰 佩子 好喜欢暧昧期的热恋 他和柳如烟 离桶破窗户指 不过只差一步之遥 谁敢说省状元平平无奇 海伯东语气不认同 你这么独立 又这么会赚钱 再说了 你也不愁 稍微打扮下就会很漂亮 像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 军训结束后 他翻箱倒柜找出一瓶发尼 在我头发上倒过了半个多小时 又指挥另一个室友 快快快 把你那个黑色西装找出来 今晚两校联维 我要带达达去燕京四座 我的五官 平庸的不能再平庸 只剩在人又瘦又高 脸型还算流畅 打扮完 我被推到镜子面前 愣了好久 海伯东揽着我的肩膀 看吧 我就说 打打 你超帅的 联谊会上 我和海伯东找了个位置坐下 我刚拿了块甜瓜 还没放进嘴里 对面的空椅子突然被拉开 我抬头 看到柳如烟在对面坐下 目光扫过我 唇角微挑 好巧 我的瓜差点掉在桌上 他身后不远处 两个女生气喘吁吁地追过来 烟姐 突然走这么快干嘛 对啊 联谊会上这么多帅哥 怎么选了这么个 鸡脚嘎啦的位置 两个人眼神看过来 突然静了声 干脆利落地坐在了柳如烟身边 人齐之后 为了破冰 有人提议真心话大冒险 几轮后 酒瓶指向对面的柳如烟 我低头啃着甜瓜 听到有人发问 就问下柳如烟学姐的情史吧 大家都很好奇的 满桌顿时寂静 所有人好奇而期待的目光里 柳如烟慢条思理地开口 被人扎过 滋味挺不好受 说完 看向我 你说是吧 学弟 所有人目光又齐刷刷看向我 我硬着头皮 客套微笑 人丑 体会不到柳学姐的感受 是吗 柳如烟的神色突然淡下来 接下来 一直到联谊结束 我没再说过一句话 我想到他还在和梅吉博暧昧 却还跑来参加联谊 也觉得挺没意思的 结束回去的路上 海伯东恨铁不成当地 捅捅我的胳膊中 他刚刚是在暗示你 你怎么不接查呀 我说 不喜欢不守女德的女人 他愣住了 傻傻地问我 什么不守女德 我正要把梅吉博那条朋友圈 翻出来给他看 身后突然传来柳如烟 清冷的嗓音 几博打 海伯东一蹦三尺高 我还有事打打 我先走了 说完 头也不回地跑了 原地只剩下我和柳如烟 月光从枝叶的缝隙露下来 落在地面散碎的光影 像是星星碎片 我无精打采地发问 有学姐有事吗 有 她一点没客气 上次跟学弟打听的消炎 学弟不认识吗 不认识 柳如烟轻笑了下 真不认识 我坚定地点头 我伪装成消炎史 不仅用假照片和假名字 其他各方面的信息 也都是编的 怕柳如烟想跟我视频 我跟他说 我家里管的言 爸妈会时不时进来看我在干什么 偶尔跟他语音 说话时也故意捏着嗓子 把嗓音放在角楼造作 跟我平时说话截然不同 我想他应该是认不出我的 想到这里 我又装模作样地问 学姐找他干什么 是有什么事吗 要不我再问问其他同学 帮你打听一下 突然笑了 不是有事 是有仇 我度过了心惊胆战的一晚上 直到第二天早上 海伯东发给我一张截图 语气愤愤不平 打打 还好你没理会柳如烟 我看错他了 我愣了愣 点开他发来的截图 清华表白墙上 有今年的新生在问柳如烟 有没有男朋友 评论区有知情人士爆料 没男朋友 但有喜欢的人 据说是和他同一个高中的学弟 你们没机会了 下面一片哀嚎 天哪 这算是青梅竹马 还是蓄谋已久 果然 好男人都是被早早预定的 再往下 有人发出一张照片 似乎是偷拍到的 夜晚 一盏昏黄露灯下 柳如烟和一个男生 面对面站着 那男生穿着高定的西装 微微点着脚 像是在跟他说这些什么 我放大照片 看到了明明暗暗的光影里 那男生熟悉的脸 是没吉博 心里突然堵得难受 我关掉截图 站起身来 海伯东声音一停 有些担忧地看着我 你没事吧 打打 没事啊 我转过头 有些好笑地安慰他 你别担心了 我跟柳如烟 本来就没什么关系 好在第二天 之前挂出去的家教 兼职终于有了客户 只是 等我坐地铁到学生家里 开门后 看到客厅沙发上 坐着的熟悉身影时 大脑一瞬间停止了转动 柳如烟看着我 笑了笑 好巧啊 几博达学弟 我们好像到哪里都能遇见 我牵动唇角 呵呵 我好像走错门了 没走错 是我提议我小姨不拥你的 他和上手里满视 我看不懂的公式的直直论 站起身 走到我面前 我表妹在楼上 他就是你要教的学生 我深吸一口气 柳学姐的表妹 还需要请外面的家教吗 他轻描淡写 他也是文科生 说完后 停顿了一下 而且 我不轻易叫人 很费心力 三句话 说得我头都快抬不起来 只好拎着帆布包 大步跨上楼梯 柳如烟的表妹 是个很聪明的女孩子 稍稍点拨 就能融会贯通 我教了她两个小时 犹豫了一下 还是道 其实你没有必要请家教 自学完全足够 我开的价格不低 她咬着笔杆 偏头看了看我 忽然眯起眼睛笑了 无所谓啊 反正又不是我家出钱 我一乐 正要追问 房门忽然被敲响 柳如烟端了盘田瓜走进来 目光淡淡扫过她表妹 似乎暗含警告 学得怎么样 小姑娘缩了缩脖子 语气突然异常乖巧 挺好的 柳如烟把田瓜推到我面前 微微一笑 那以后 就麻烦学弟每周过来一趟 说着 拿出手机 似乎很随意地看向我 家教费 我转给你 谢天谢地 因为整个暑假交的学生不少 我专门弄了个工作号 处理这些事 我通过好友申请之后 柳如烟垂眼盯着屏幕 指尖轻轻抹撒了两下 像是在思考什么 片刻后 她抬起头 笑容疏冷 学弟倒是公司分明 我想到没几博 也跟着冷冷淡淡地笑 学姐客气了 回学校时 天色已暗 我走在回宿舍的路上 突然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每个人路过我身边时 都会多看两眼 心头疑惑刚浮现 就接到了海波东打来的电话 他爹的 打打 有人匿名把你挂在表白墙了 他声音急促 压抑着隐约的怒气 我点开他发来的链接 才发现 校园论坛的表白墙上 如今热度第一的帖子 金融系大一新生计博打 靠恋爱假图跟人网恋骗财骗子 帖子里说 我原本人丑 成绩也差 靠着恋爱假图上网找冤大头网页 脚踏多条船 又骗钱 又骗人给我当免费家教 生生把自己捧成了文科状元 铁子里 还放出了我高三时最丑的一张照片 和一张AI假照 那时我正在发烧 头发两天没洗 汗津津津的贴着头皮 还抱了一额头的洞 和下面完美无瑕的AI捧一页 对比过于强烈 评论区有些女生在质疑真假 但大部分男生已经开骂了 好丑的性求男 被骗的那几个姐妹 今晚要做噩梦了吧 据说这性求男高考一次作品 还被教育局调查过 我扫了几十条评论 只安抚了海波东一句 让他别放在心上 就面无表情地关掉手机 继续往回走 结果走到楼下 迎面撞上了许久不见的梅姬伯 今年分数太卷 纵使他考了680 依旧没考上清华 但也许是因为柳如烟的缘故 他还是报了北京的学校 答答 梅姬伯脸上挂着一罐甜美的虚假笑容 你这是从哪里回来 我冷冷地看着他 关你什么事 他笑容一僵 戏也演不下去了 神色猙獰的警告我 你是又去找柳如烟了吧 几博答 你不看看自己长得什么样子 你拿驾照骗了他一年 柳如烟都恶心死你了 你凭什么觉得他会搭理你 正直傍晚 宿舍楼下来来往往 都是要去上晚自习的人 因为那条帖子 我本来就是大家目光的焦点 他这么一闹 过往的同学们都停下脚步 向这边看过来 众目睽睽瞎下 我忽然伸手 一把揪住他领子 眯起眼睛 你怎么知道 我拿驾照骗了他一年 他冷笑 当然是柳如烟告诉我的 话音未落 身后不远处 柳如烟竟然向这边走过来 他步履匆匆 一贯清冷无波的眼睛脸 带着不加掩饰的担忧和交际神色 柳如烟在我面前站定 开口叫了一声 几博答 我打断他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 也已经和梅吉博在一起了 为什么还要来招揉我 梅吉博 柳如烟的目光顺着我的手 落在梅吉博柔皱的衣领上 微微皱了下眉 是你 我冷笑一声 把目光重新转回梅吉博脸上 那帖子是你发的吧 他眼中 惊慌之色一闪而逝 却又强装镇定 你说什么帖子 我听不懂 别装了 梅吉博 那天我发高烧 在家休息 你来我家吃饭 除了你 没人能拍到那张照片 我话音刚落 梅吉博的脸色瞬间一摆 围观同学恍然大悟 原来帖子是他发的 心机挺深啊 你是我们学校的吗 就来我们学校论坛发帖 一个女生刚喊完 就有人反驳 帖子是谁发的重要吗 如果事情是真的 不还是吉博答的错吗 揭发性求难 人人有责 柳如烟看着梅吉博 冷然道 匿名造谣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你知道吗 我造什么谣了 梅吉博情绪突然崩了 我说的难道不是实话 他发给你的照片 根本不是他 他真人就是这么丑 我没觉得 柳如烟轻描淡写地打断他 我跟你道歉 我冲柳如烟深深锯了一躬 弯下腰的那一刻 我闭了闭眼 为自己这几次接触 是无法抑制的心动感到难看 在抬头时 我迎着他的目光 平静地指示他 但我没有脚踏几条船 没有骗钱 也没有高考作弊 就算你为了讨好梅吉博 也不能凭空编造出 我没做过的事 今天这个帖子 我已经录屏取证 会走法律流程维权 我说完 松开脸色发白的梅吉博 转身要走 柳如烟却突然在我身后开口 我知道 他的嗓音很轻 我挟着一丝轻微的难过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是你 吉博答 那你呢 在约定好见面的那天 再也不回我消息 删掉我的好友 你是不是 从来就没想过 要跟我走到现实呢 我觉得离谱 忍不住回头 在你骂完我真人很丑 很恶心之后 希望我怎么回复你呢 就这样 我要怎么跟你见面 柳如烟危证了一下 我没说过 好友删除的时候 连聊天记录也一并删掉了 不过索性 不是我发的 于毕 目光锐利的扫过一旁的梅吉博 梅同学 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 那天晚上的谢实验 除了老师 只有你坐在我旁边的位置 在场的同学一脸 没想到还有此等大瓜的保险 不是吧 感情这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离谱 吃饱了撑的 还不如多刷两天论文 宿舍楼下的吃瓜同学越为越多 梅吉博捂着脸 失声痛哭 就算是我发的 我说的有错吗 他就是个骗子 拿着驾照骗了你一年 你还要向着他吗 我没觉得他骗我 也没觉得他愁 柳如烟慢条斯理的说完 看着他 等笑一声 倒是你 撒谎成性 面目可憎 来的路上我已经报警了 有什么解释去跟警察说吧 像是为了硬和他说的话 警笛声有远极近地响起 去警局的路上 我一直沉默地低着头 柳如烟坐在我身边 滴滴开口 是我的错 我应该早点跟你说清楚 我知道是你 我吸了吸鼻子 突然觉得有点难过 从小到大 我都是个普通小孩 学校里 会因为相貌平平 明明考到了第一名 也写好了演讲稿 最终拿着我的稿子 上台讲话的 却是一个比我漂亮许多的女生 在家里 梅吉伯因为长相出挑 比我更受家中长辈们的喜欢 很小的时候 外公外婆给完我们压岁钱后 会偷偷把梅吉伯叫到房间里 再塞给他一个厚厚的红包 再嘱咐他 千万别让吉伯大知道 梅吉伯当然不会瞒着我 他会特意到我面前炫耀 捏着我的脸 笑咪咪的说 你哭也没用 你就是丑 就是不讨大家喜欢 有什么办法呢 我迷茫又委屈 而这种心情 在发觉并不好看的表情 仅仅因为他是个男生 就能得到和梅吉伯一样的待遇史 变成了某种不肯服输的倔强 我拼命学习 拼命往前跑 不惜一切代价向上攀登 但对于外貌的自卑 始终刻在我心底深处 警局里 面对后台查出的IP地址 梅吉伯只能承认帖子的确是他发的 我要求他公开向我道歉 承认自己的造谣行为 我对警察说 不然我会走法律程序 梅吉伯大概没想到 事情真的会闹进警察局 哭哭啼啼来求我 答答 我们是兄弟 我就是一时糊涂 你原谅我吧 我淡淡地说 这种话 留在公开道歉里说吧 他表情一变 吉伯答 你觉得你很了不起吗 我就是不服气 从小到大 你处处都不如我 也就成绩比我好了那么一年 你怎么配得上柳如烟了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他面目猙獰 最后一句话几乎是吼出来的 把旁边的警察都逗乐了 什么人都是两只眼睛一张嘴 怎么说的跟珍惜动物似的 柳如烟是什么人 柳如烟突然开口 普通人而已 你觉得他处处不如你 可我觉得他处处比你好 说到这里 他停顿了一下 轻笑一声 其实你心里也很清楚这一点 才会趁我喝醉 拿我的手机 发那种消息给他吧 梅吉伯同学 我和你并不熟 唯一的交集 是去年高考结束后 你来问我要不要复读 我出于礼貌 喝了点酒 做完笔录走出警局时 月光便洒一地 柳如烟要送我回学校 但我的酒量真的很差 说到这里 他耳间微微发红 老师叫我去旁边 问我清华今年招生名额的事 我就把手机落在了桌子上 他大概就是那时候 拿我的手机给你发了消息 我低着头 温声说 你的手机没有锁平密码吗 有 柳如烟轻声说 是你的生日 夜风裹挟着月桂的香气 吹拂过来 我掐了掐手心 开口时 嗓音有些发颤 你骗我 我说过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是你 我正正地看着他 答答 我没那么蠢 会被一张百度诗图 就能知道是叶的照片片呢 我想你变得更好 我真正想要在顶峰见到的人 只有你 大概一年半以前 离柳如烟高考只有两个月的时候 天气闷热 他被一道危机分题困住 想着出教室透透气 因为已经保送清华 学校对他向来宽容 柳如烟走到了隔壁教学楼 高二的学生们正在举行摩考 我第一次见到你 就是那时候 你坐在窗边的位置 把每道题的解题过程和答案 都整整齐齐写在草稿纸上 我一眼看过去 完全正确 但最后 你只挑了两道最简单的大题 写在答题卡上 最后成绩出来 我专门去看了眼荣誉宝 你的名字不在那上面 我大概就是从那时候 产生了好奇 而好奇往往是动心的开始 我的脸红的发烫 却又及时想起了其他事 但你和梅基博拍了那么亲密的照片 他开学那天去接机 还送他红玫瑰 难道这些都是假的吗 对了 还有你们学校表白墙那张照片 柳如烟微正 什么亲密照片 我想去梅基博的朋友圈找 却发现他已经设成了三天可见 这件事 我会去查清楚 他说 接机那天 我是跟着室友过去接新生的 不记得有没有见过他 我没送过他玫瑰 表白墙评论区那张照片 是之前讲座遇见的时候 他拦下我问了几个问题 柳如烟条理清晰 一条一条跟我解释清楚 末了问我 现在轮到我问你了 几博答 这一年里 你只想过利用我学数学 有些慌乱的开口 到了 我先回宿舍了 柳如烟并没有强行要求我回答他 只说好 等我回到宿舍 才发现 他发来了新的好友申请 小吉老师 能不能通过一下私人联系方式 我猛地把手机反扣在桌面上 耳朵红得要命 海伯东和其他室友竟然还没睡 回来了打打 事情有结果了吗 我把警局里的经过简单告诉了他们 海伯东咬牙 还是你表哥呢 居然发这种帖子败坏名声 另一个室友附和 是啊 下午你们被警车带走之后 咚咚差点跟一个说你坏话的男生打起来 我看着面前三张关切的脸 心底泛开一片欲贴的暖衣 我没事了 结果三个人你看我 我看你 最后 还是海伯东开口了 你和柳如烟学姐 怎么样了 什么怎么样 下午他在大家面前维护你 说梅吉伯造谣 还说他喜欢你 我们都听到了 海伯东凑到我面前 眼睛亮晶晶的 你回来这么晚 他送你了吗 跟你表白了吗 你是怎么想的呀 我沉默片刻 认真地看着他 这件事 我需要好好想想 睡觉前 我找了高中同学李志威 他也有梅吉伯的好友 却表示从来没刷到过那几条朋友圈 他和柳如烟 其实我和朋友私下里都有讨论过 觉得他在说谎 毕竟柳如烟的朋友圈里 可从来没有出现过他 李志威说 不过他暗恋柳如烟这件事 在他们那一届都不是什么秘密了 听说他今天还专门去你们学校论坛里 发了帖子造谣 真嫌 我后知后觉的意识到 梅吉博士专门发给我看 这天晚上 我又梦到了柳如烟 梦到高三刚开学的摸底大考 下来后 我把草稻纸上的所有大体加在一起 算了下分数 只能考到124 这个分数 会成为拖累我总分的短板 但家里的情况 四处欠债 还没还完 也请不起几百块一小时的家教 于是我想办法找到柳如烟的微信 姐姐 网恋吗 消息发过去的时候 我其实没报什么希望 可半个小时后 柳如烟竟然通过了我的微信 于是我发给他一张 恋爱彭于燕的照片 和他聊了半个月 在我语音里捏着嗓子 哭诉自己数学考杂 被爸爸妈妈批评之后 他说 别哭了 有什么不会的题 我可以教你 我等的就是这句话 当即毫不客气的拿出错题本 连拍了六道题发过去 就这样 连续白嫖了他一个月 我觉得不能光让马儿跑 不给马儿吃草 于是主动提出跟他连麦 然后用那种黏黏糊糊的声音 毕生生的叫着他姐姐 给他画饼 姐姐 你真的好厉害呀 姐姐你再多辅导我一段时间 我都觉得自己可以上清华了 好想考上清华 然后和姐姐见面 结束异地恋呀 等见面的时候 姐姐一定要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他嗓音微微阴雅 好 我也很想见你 我翻着定证本上的答案 说着这些撒娇的话 心里却忍不住想 柳如烟也太单纯了 是不是像他这样的学生 因为忙于学习 感情经历一片空白 反而更好骗呢 而这个问题的答案 今晚我终于知道了 不是他好骗 他从一开始就知道那是我 却无声地接纳了我的谎言 心甘情愿被我白调了一年 而且他说 这是因为他喜欢我 梦里的最后一个场景 是离高考还有三个月的时候 我和柳如烟连着麦 听他给我总结 最后两道大题的一错误 我在这边写题 一件摩擦纸张 发出沙沙的声音 柳如烟在那边敲打键盘 我顺嘴问了一句 姐姐你在干什么呀 间点模型 做个测试 我赶紧吹跑 姐姐好厉害呀 结果那边突然安静了几秒 柳如烟低咳一声 不知为何 嗓音突然有点哑 突然有点事 你先写题 写完拍了答案发给我 说完 不等我回答 就挂了语音 睁开眼 我拿起手机 屏幕上 是柳如烟发来的消息 早上有课吗 要不要一起吃午饭 有那么几秒钟 我显现没分清梦境和现实 还没等我想好怎么回复 就接到了来自梅吉伯他妈的电话 吉伯答 吉伯不就是说错了几句话吗 你赶紧去联系警方 就说这件事你要私了 不需要麻烦他们了 我忍不住冷笑 法治社会 做错了事 就该付出代价 什么做错了事 他难道说错了 你没有拿着假照片去骗男人 他破口大骂 吉伯答 你讲不讲良心 当初你爸病重 躺在手术室里要筹钱 我们家是不是二话没说 就给你借了五万块 是 不过一个月后 您就以家里美米下坡 等钱急用为理由 把钱要回去买包了 并且 在这之前 你们家非得全款买车 买完资金流断了 逼着我妈拿了十万块 给你们周转 我爸上门催了七八次 你们才肯还 我条理清晰 他无法反驳 只好打赶金牌 不管怎么说 吉吉都是你表哥 他才刚上大学 名声坏了 他以后怎么在学校里待呀 梅吉伯造谣我 想让我身败名裂的时候 难道没考虑过我以后 还要在学校里待吗 梅吉伯他妈张口结舌 说不出话来 最后只恨恨地骂了一句 吉伯答 你不尊敬常备 这么小心眼 会有报应的 我笑了 放心 要报应 也是先报应在梅吉伯身上 然后挂了电话 论坛表白强的造谣 铁删掉了 取而代之的 是梅吉伯的道歉信 他承认 自己所谓脚踩几条船 骗人钱财等言论都是造谣 却又在道歉信结尾说 但他用驾照欺骗别人 也是确有歧视 而且他欺骗的对象 就是清华物理系的柳如燕 没想到柳如燕 竟然在下面回复 他说 我不觉得 四个字 完成绝杀 海波东在宿舍笑出了声 真是自取其辱 对不起 为我之前对柳神的冒昧自罚一杯 随后 柳如燕在自己学校的表白 强发了澄清声明 说之前那个帖子评论区的照片 只是讲座结束后 梅吉伯拦住他问问题 却被有心人拍了下来 我本人和隔壁巨大的梅吉伯同学 毫无关系 人类的天性就是热爱八卦 同学们津津有味的连吃两天瓜 最后有人做了总结 所以是隔壁柳大神 为了追到暗恋的雪地 故意装傻充棱 陪恩小姑娘演戏完 结果被那个梅吉伯暗中破坏 两边挑拨 导致一对有情人差点错误 下面一连串的回复 客代表 客代表加一 看到这篇帖子时 我正和柳如燕并肩站在卫明湖边 看着湖面被风吹皱的波纹 他说 我已经查清楚了 那张照片应该是梅吉伯和我 还有我们那一届的老师合影 他靠着老师拍完 用辟图软件把自己辟到了我身边 那件外套 我喝醉后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也没有带走 他这么清楚明白的解释完 我反而有点不好意思 其实我回去后就想明白了 无非就是屁图抠图 什么的 我轻轻吐出一口气 梅吉伯已经不重要了 雪姐 我欠你一句道歉 对不起 我知道自己这样的行为非常不好 甚至可以称得上道德带怀 我诚恳地看着他 上次你也说过 你不轻易教人 因为那样很费心力 麻烦雪姐回去想一想 需要我做什么来弥补过失吧 柳如燕定定地看着我 片刻后 轻轻叹了口气 我需要你弥补什么过失呢 都是我自愿的 叫人的确很费心力 所以我从来不教 你是唯一的例外 因为我喜欢你 吉伯答 他说话的时候 那双清澈的眼睛就那么看着我 你面前倒映着阳光的湖水 更明亮 我的心脏在狂跳 雪姐 或许因为你之前没谈过恋爱 还不知道 我的性格并不好 人也长得不漂亮 而且还很有野心 回答目的不择手段 我慌乱地说着自我贬低的话 直到柳如燕伸出手 落在我发点 轻轻揉了揉 我突然失声 温热的指尖勾勾勾我湿润的眼尾 我才意识到自己哭了 可我没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 不是每个人都能生在罗马 拥有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和教育资源 我答 你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你已经在你的能力范围内 做到最好了 他的声音依旧轻轻冷冷 像是山间的风 可带着安抚人心的力量 我突然哭得更惨了 可是我伤害到了你 你没伤害我 柳如燕耐心地劝慰我 我也有错 我太骄傲了 总觉得你就那么删掉我 用过就丢 未免太过无情 但和你见面这么多次 总该问一问你 说完 他停顿了一下 我微微张开双臂 之前说过 见面的时候 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他话还没说完 我就扑进了他怀里 对不起 我太差劲了 相处一年 其实我很了解柳如燕 他只是冷淡寡言 却并不是那么刻薄的人 我只是心怀怯懦懦 始终不敢相信这样长相平平的自己 会被他青睐 我像这世上的每一个男生一样 困在严苛的外貌评判标准里 哪怕走得再高 心底永远有一块地方 留给那个曾经因为相貌平庸 而受到伤害的自己 我妈一直是个性格懦弱的女人 我爸走后 只能我来撑起这个家 家里欠着债 没钱请家教 可我必须考到状元 必须拿到我所能拿的一切奖学金 我一步步往下算 把目光描向了柳如燕这个完美人选 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唯一的意外是 我也对他动心了 但我又很清楚 自己从你那里得到的一切 都来自于一张假照片 柳如燕说 你得到的一切 只是因为你自己 几博答 我恰恰喜欢你有野心的样子 更觉得你为了达成目的 不惜一切代价的时候 很耀眼 我希望你永远往高处走 有一天走得比我更高 到我也仰视你的地步 但变得强大 和被爱之间 并不是冲突的 他说着 把我往怀里搂得更紧了点 语气诚挚 所以 如果你也有那么一点喜欢我的话 和我谈恋爱吧 几博答 我最后一次听说梅吉博的消息 竟然是在热搜新闻里 警方捣毁高考作弊工具制造窝点 话题高挂在热搜网手 下面还有几张图 是花高价买了作弊工具的名单 其中赫然有梅吉博的名字 他的高考成绩作废 被退学了 高中的年级群里 议论纷纷 靠 作弊啊 怪不得他复读了一年 也没怎么努力 成绩竟然提升了200分 当初这么熟练 给吉博答扣作弊的帽子 感情是自己干过 可是他平时考的也不错呀 不会吧不会吧 不会还有人不知道梅吉博 几次大型模拟考作 在作弊的事 吵吵嚷嚷之中 梅吉博始终没出来说过一句话 随后有人发现 他已经退学了 得知这件事实 我正在柳如烟表妹的家里 刚结束家教课 他妈妈和小姨突然回来了 恋爱的第六个月 我被迫见到了柳如烟的家长 他妈妈是个雷厉风行的女强人 拉着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圈 晚一点头 不错不错 我就喜欢这种独立又上进的小姑娘 听说你是女系第一 大三实习的时候 可以来我公司 他在家匆匆吃了个晚饭 又要回公司开会 临走前 想起什么 转头跟柳如烟说 你上次让你大姨去查的 那个高考作弊的事 已经有结果了 你等一下有空看看新闻 柳如烟点头 勾了下唇角 好 他择了一声 谈的恋爱就是不一样 连那副死人脸都不见了 走出别墅大门 我忍不住问他 所以今天热搜上那件事 是你托人去查的吗 我只是随口提了一句 柳如烟淡淡的说 高考已经是最公平的一次筛选机会了 像梅吉博这种人 还试图破坏这份公平 你不用多想 今天这个结果是他应得的 我笑了笑 我没有多想啊 我也觉得他活该 今天是最后一节家教课 接下来期末月 下周连着三场考试 我要刷几点 估计没空见面了 柳如烟应了一声 语气有点失落 不过没关系 等最后一场考试结束 我们可以一起回家 刚我看热搜上还说 今晚有流星雨 可惜 柳如烟突然叫了一声 几波打 我不明所以的抬起头看她 下一秒 她轻轻捏住我下巴 低头吻了上来 淡淡的青烛香弥漫在我们之间 远处的夜空闪过漂亮的流光 她长长的睫毛扫过我眼皮 带着情动时轻微的颤意 这个吻持续了很久很久 连月色和夏日花香也揉碎在我们唇齿间 最后 柳如烟离开了一点 却又在离我嘴唇很近的地方 滴滴喘气 她抵着我额头 轻声说 学习之余 要记得想我